批准了 這麼幸運? 是啊,因為FDA其實給那隻 不用用手術去燒脂的方法 其實已經批准了很多年了 但是它這部機是剛剛批准了 就可以用在人的身上 因為其實2013年已經可以用一些 非手術方式去燒藍了 但是這部機是剛剛今年Summer才可行的 我最喜歡的,下檔 是怎樣? 可以減2至4吋 是了 它說如果你是超重 就是你自己的體重 譬如它是150磅 但是你現在超了就是170磅 你要大概20磅要減 就對了 它說這部機就可以 你甚麼都不用做 燒在鼠 接著那部東西照一下你 用一些熱力溶一下你 這樣就可以將你下面的脂肪溶走它了 只要去兩下廁所 滑滑了,肚腩離開就沒問題了 多好啊 男窩一夢睡醒就瘦兩至四吋 那女窩兩夢 男窩一夢 對她的生命或腳,因為你超重 可能腳的負荷大了 有很多問題產生了 我覺得快點要試試這個,或者容易一點 或者你的荷包超載 也可以用這個,減輕一下你的荷包 應該不便宜吧 應該也不便宜 是,但是我想醫療保險不會加分 不會,因為這個是屬於這個 美容 美容系列的,是屬於一種 所以這些都是美容方面的 是不關生命事的 即是不是生命危險的 不過只是在溫哥華 不,美國都有,因為它本身是華盛頓州的 那就是西岸 你可以坐飛機而已 即是我們東岸這邊 三藩市的朋友就比較容易一點 但我經常在想三藩市哪有肥人的 加州三藩市的海灘那麼多 那些人又健康,生活了適時 真的沒有? 少了 我都不見很多肥人在加州 那是呀,東岸真的肥人多一點 東岸又不是最多 南部那些人 是嗎? 是呀,德州那些一比頂兩個頭那些 喝啤酒多那些可能會 不知是嗎? 不知是嗎? 可能它什麼都可以 是嗎?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講這個燃燒之荒 講一下打大風 台灣是不是? 如果要台灣的朋友要小心一點 聽到很厲害的風 很快翠又上來 沒錯,就是謝霆鋒 不是,沒錯,就是這個大風 我們看看這個 衛星圖片拍出來的超級巨風 在台灣上空籠罩的情況 聽說有可能影響香港 嗯 先看看 這個就是衛星圖欄 這個是美國太空總署 影響這個超級巨風 它的名字叫做什麼呢? 蘇迪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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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的風暗很大 是,他說之前已經是 襲擊了一些西太平洋的菜斑島 在西太平洋的菜斑島 在菜斑島上去 已經是令到當地很多財物、經濟的損傷了 而現在是慢慢上去台灣了 現在已經去到五級的巨風了 雖然在昨天就弱了變成四級 但是中心的主力風速也是非常大 預計星期五就會去到台灣 可能就會下20寸雨 還有大風、雷暴 影響到台灣的西北部 所以如果再繼續這樣 如果風力 希望慢慢減弱 就不會影響香港這麼多 因為如果再帶一大輪的風風雨 雨給香港 都挺麻煩的 因為水浸很多東西 嗯 日前在華盛頓州 剛才說過有減肥肌 有另一件事 都可能要減肥的 就是孕婦媽媽 孕婦生完寶寶之後就做了媽媽 很多人都會在想什麼時候上班 因為產假前四、後六 開始的時候是很興奮的 但是生完之後 又要應付小朋友 香港是前四、後六而已 這裡都有 不是你自己拿假的 這邊是前前後後 不知多少年 就是 這邊很多人都很擔心 處理不了的小朋友 找不合適的託兒 就搞得公學回不了 小孩子又沒心機去照顧 但是日前 華盛頓州率先推行一個新的計劃 是的 這個計劃就叫做帶嬰兒上班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工作的進度呢 它有些規定 它規定就是首先在公種裡面 可以適合有幼年兒童在你附近 第二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後備的 萬一你的所謂同事 同事 或者是其他人不適應這件事 而有投訴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作出另類的選擇 就是要找人托移回來的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媽媽覺得她自己照顧有多好 最理想的 又可以繼續做事 又沒有令老闆蝕錢 現在就初試試 我們看看Malisa的故事 Malisa和她兒子Galvin 其實剛剛參加了這個試驗計劃 她已經是八星期大了 因為是小嬰兒 八星期而已 八星期而已 但是這個媽媽Malisa 就很緊張自己的工作 始終都是收入的船員 經濟的支柱 能不能夠上班 就完全看看有沒有人照顧兒子 但是自從她這個州法 有這個情況出現之後 她就可以帶寶寶上班了 既不影響到同事之餘 亦都令她更加重的歸屬感 她說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試過同事投訴 和寶寶仔 有些很惡劣的情況出現 因為當然了 每天都看到媽媽 為何會扭計 但如果遇到一個扭計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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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聽到了媽媽的智慧 那你是甚麼媽媽就生甚麼兒子 如果你是貧能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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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能都會生個騰騰騰騰騰騰的小朋友也沒有 但這就只是一個試用的計劃 怎樣會推行全國州份 或者全國都需要一些時間 正如你這樣說 都有一些規則的 一定要是一個全職的媽媽 他一定要是全時間的員工 在公司裏面 而他的嬰兒一定要控制得到才行 是的 沒錯 說到嬰兒這件事 54年前他真的是一個嬰兒 不過54年之後他已經是爸爸了 他有兩個嬰兒 也不算嬰兒了 遲些如果結婚生了嬰兒 他就會做公公 我們都知道 他就是奧巴馬 昨天54歲生日 Happy Birthday 人家去了打歌義父慶祝 人家去了工廠看人家示範 誰知道人家就跟他搞驚喜 我們看看 話說日前總統就去到一間公司 看人家的嬰兒紅的示範表演 嬰兒紅是會錄音說話的 誰知道他一按的時候 嬰兒紅就說生日快樂總統先生 哇 他就立刻在這裡笑 其實真的是他去參觀這間工廠 但是這間工廠裡面的人 就是已經跟他預備了生日會 當他講完演說之後 是怎樣呢 當然在後面響起了 Happy Birthday 因為他會認識得很高的 大家一起同樣唱生日 有些技巧 挺難得的 生日都做事 不只是好像人家說 他只顧著他打球 問題是因為他知道有人送禮物給他 不會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他何時生日的時候 大家都會做 我們美國的總統原來沙的日子是8月4日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見 8月6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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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